准备400克的普通面粉,往里面加入6克的食盐 先用130克的开水和面 用开水和面可以烫掉里面一部分的面筋,吃起来会更加的柔软 然后再加入120克的凉水,边倒边搅 搅匀之后再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搅成这种大面絮状,然后下手揉面 将它揉成一个光滑,稍微偏软一点的面团 像这种状态,然后将它移到案板上面 来回地揉搓一下,将它搓成长条 再下成小剂子,我一共分了8个 再取一个小剂子,将它揉圆,揉出一个光面 然后放在案板上面滚一下 滚圆之后再搓成长条,像这种状态 然后将它放进盘子里面 再淋上一些食用油 再依次将所有的面剂给做好 每一个面剂上面都抹上一点食用油 盖上保鲜膜,洗面40分钟 然后再来准备一点小葱,不要葱白,只要葱绿 将它切成末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拧取一个碗,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然后加入食用油 将它调成这种比较细一点的面糊 喜欢味道重一点的可以往里面加入一点的花椒粉 然后搅拌均匀 面剂已经饧好了 将盘子底下的油倒在案板上面 然后给它抹开 取一个面剂,轻轻地按扁 用擀面杖先来回地推成长条 然后再将它擀薄 擀成一个长方形,再均匀地刷上油酥 撒上葱花 从上面三分之一处对折过来 然后再将底下的也对折过去 轻轻地拍一下,将里面的空气给挤掉 然后从一头卷起来 边转的时候边拉伸一下 稍微处轻轻地按扁 将它压在底下 全部做好,然后盖上保鲜膜 醒15分钟左右 再将醒好的面剂给拿出来 按扁 用擀面杖将它推开 擀成一个圆圆的薄柄 再准备一个保鲜袋或者是保鲜膜 然后将它整个接下来 将它落在一起 这样就可以直接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了 吃的时候每一张都不会粘连 朋友们有时间的话 可以一次多做一点 全部放在冰箱里面冷冻 吃的时候 直接像这样取出来就可以了 电饼铛刷上一层薄油 并不用解冻,直接摆进去 盖上盖子 大火来烙 大概一分钟左右 给它翻一面 然后盖上,再烙一分钟 想要饼皮柔软,就不用在锅里停留太多的时间 你喜欢吃酥脆一点的话 就可以多烙一下 这种薄饼用大火烙两分钟 就已经能够完全熟透 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有着葱花和椒盐的味道 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 它是非常柔软的,层次非常非常的丰富 看一下每一片都薄如残意 这种饼的话凉了也不会硬 早餐赶时间的话 捞好直接放在袋子里面 边走边吃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想增加营养 可以再往里面加上一个鸡蛋 把捞好的饼直接铺上去 煎至鸡蛋凝固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翻过来 喜欢吃辣酱的可以刷上一层辣酱 我直接用了甜蜜酱 这样就又增加了一层风味 喜欢吃青菜的也可以转上一点青菜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观看,我是阿宇,拜拜